詞曲 李宗盛 好 很開心 就一起囉 大家都知道游泳前的暖身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就從頭到腳做四個動作 然後很簡單大家可以記得 那我們先手插腰 然後讓我們的頭向右倒旋轉 然後再上我 再向右 然後大概左右各做數下 因為我們在游自由式的時候 我們的頭會左右的旋轉去做換氣的動作 所以頭部一定要先做好暖身才可以保 就是才可以不會有抽筋 或者是到時候游泳的時候還不舒服 好 這第一個頭部的繞緊的軟身 然後第二個呢是雙手打開然後往後轉 兩邊一起 這個動作呢不只可以伸展你的手臂 然後還有背部 讓你在做挖式的時候或是自由式的時候呢 手都會比較的舒服 所以這是第二個動作 哈哈 好 好 然後第三個呢是我們把腳打開跟肩膀同寬 然後你可以右手插腰 然後左手往右邊去做一個側轉的動作 這個呢可以拉伸我們的腰部去做一個暖身的動作 讓你在做自由式的時候會讓你的泳姿更標準 然後也可以保護你不會抽筋 所以我們一樣兩邊可以做 可以呢讓你的整個腳都做好暖身 然後也可以讓你在踢水的時候 打水的時候會表現得更好 然後更舒服 前前後後的來回 可以 也是大概十下 這個呢就是腳的暖身 然後最後呢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全身的暖身 然後呢也可以幫助你的核心 因為游泳的時候我剛有說過核心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的核心肌肉非常的發達 非常的結實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游泳的程度會更好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介紹兩個動作 那很簡單大家可以把它連起來做 第一個呢就是很常做的開合跳 它也是一個不管做什麼運動都非常好的一個暖身動作 可以這樣做 5 6 7 8 然後手抬起來左右轉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對如果在運動前可以這樣 游泳前可以多做這幾組動作 你會覺得整個人的身體都暖起來 然後腰部也做了扭轉 等一下下水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好的游泳的表現 好嗎 我先去等幾個部位